小胖斑 小胖斑 有事 有事 没有啊 我就是看今天天气挺好的 想自拍一下 我刚才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他喜不喜欢我呢 搞得老娘好像多稀罕似的 一 太羞醒 会默默注视你的一举一动 却不敢和你搭话 一 太羞醒了 一 太羞醒了 二 捉弄性 会故意制造麻烦 引起喜欢的女生注意 怎么搞的 满地都是猫猫 大哥你故意的吧 我不管 搞不定就扣钱 你 而且 他们会情不自禁 想要接近喜欢的女生 水 你 沈忠 沈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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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你在想什么啊 吴也 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呢 算了 他又没表白 那就不算了 你偷听我说话啊你 你话说的那么大事 我很难听不到 好 Ș manter 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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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还行吧 到时候准备不带你去了 你就当我的眼睛 这样你随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我 看什么看 生命在于运动 我没有再高兴 沈昭 怎么晕倒了 哪里不舒服 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 小助理太小迪大做了而已 什么叫没事啊 你要听医生的话 认真配合治疗 知道吗 我不喜欢医院 沈舟 我们去国外治疗眼睛吧 你去见我二叔了 是 他跟你说了什么 你是不是也要站在他那边对付我 怎么可能 他说你脑部有浴血 要尽快做手术 他还说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所以你信了 我确实有点动摇 只要是为了你好 做什么我都愿意的 偷偷去见我二叔 还说是为我好 对不起 我以后可以不再见他 沈舟 你不是说 你想看到我吗 看样子 小沈总要被乌颜说动了 乌颜这枚棋子 倒是超出我的预期了 沈舟 你怎么了 晕还是哪儿不舒服啊 我不管 我们哪怕不看二叔的 资源人脉 我们也要自己求医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还怎么办吗 好 我答应你 我想吃蛋糕 寿司 还有靠米 住手 这也是我列的 沈舟在国外用的 生活用品清单 尽快去买 是 对了 医院联系得怎么样了 已经联系了一家权务的医院 可以先看看身体 再安排手术 不愧是沈舟的得力助手 速度杠杠的 行了 快去办吧 是 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出去聊吧 我帮 沈总最好啊 小沈总 为了给你们庆祝 我可是早早地就关店休息了 这笔损失应该算在你账上吧 你们店一晚上的收入 应该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吧 哪有 我们妍妍这一晚上的占补费 不低呢 对吧 对啊 不是说好不占补了吗 占补肯定是不能了 但是我们可以 只不和小龙蜜互动啊 对啊 万一再遇上个金主爸爸 我们可就发达了 沈总过两天要跟我去旅游 没时间直播 单独去旅游啊 不带你啊 我不配去 锅都开了 快吃快吃 对了 妍妍 你还没跟我说 你到底是怎么搞定 那个老狐狸的 那可就是我演技好 我跟你说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沈业军 一点都不介绍 分分钟就把他话都套出来了 可以啊 发达了 还有呢 他在监视界面前 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我和小沈总吓一大跳 逼真 什么 是这样吗 我懂了 我哪有 我哪有像你那么夸张啊 这也太丑了 是夸张了一些 但是很真实 天燕 你什么时候还有表演天赋了 我都不知道 表演天赋吗 我不敢当 多少有那么一点就 真情实感 让你担心了 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 没事的 我相信你会好起来的 太肉麻了 什么呀 神神秘秘的 拿着 这是香水中的佛罗蒙 喷上以后可以让人意患神秘 没想到啊 又来你 啥呀 你拿着 给你的 我 我才不要这个东西 就一个香水而已 你拿着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用上了 我 你拿着 不舒服就别看嘛 这 怎么这么重的香水味啊 我一不小心 把香水瓶打翻了 今天这么大战战啊 最后一个故事 总要做一些戏份 准备好了吗 嗯 坐 队长 来 哼 这可以啊 一会儿很棒 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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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 别人还怎么指望你啊 傻瓜 会着凉的 喵 喵 你怎么又来了 又跑哪儿玩去了 搞得这么脏 走 我帮你洗一下 你都熬了一个晚上了 那么辛苦 我帮他洗吧 舒服吗 对猫都那么温柔 对我肯定更温柔吧 突然有点记录自己呢 说说看 成果果为什么看不见镜子里的自己 不同时空的人 当然没法彼此看见了 怎么说 成果果知道沈淼连续加班熬夜 而且还认识离家好几天的猫 证明他在沈淼家已经待了一阵子了 但是沈淼就对他没有任何回应 尤其是给猫洗澡那会儿 他一直在跟猫说话 正常情况下男朋友这样 他早该炸猫了 但成果果没有 证明 他知道沈淼看不见他 那跟不同时空又有什么联系呢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成果果 真是沈淼的女朋友吗 沈淼只爱成果果 可是从他的自理行间能感受到 他在嫉妒他自己 电脑痛 你故意混淆了时空概念 让我以为一出场的陈果果 就是那个被沈淼爱了四年的人 没有戒指的陈果果 你故意混淆了时空概念 让我以为一出场的陈果果 就是那个被沈淼爱了四年的人 没有戒指的陈果果 来自于四年前 那时候他刚过完二十岁生日 不久就收到了暗恋者的书签 陈果果好奇赴予后 才会认识当年的十秒 然而一丝意外 陈果果才收到书签的当初 后来来到了四年后 奇怪 我刚才明明在公园 怎么就到这儿了 第五换 你是谁 干嘛带我来这里 我在跟你说话 果果 你要是在就好了 难道卡片上说的人 是你 我 contradict 我说的 作词 不关你 你 你好 你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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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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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你 赵喜露啊 来了 那个 走 走吧 陈果果 你能看到我 我不仅能看到你 我还知道你是从四年前来的 四年前 嗯 我们猫的眼睛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而你身上有我熟悉的味道 那是因为我也认识陈果果 他还没出事的半年前 都是他经常在小区照顾我的 因为这个特殊的联系 这里只有我能看见你 出事 我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回去吗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这里肯定有需要你去做的事 难道是因为那个男生 他给我留的书签上写 永远不要答应他 那个人叫沈淼 是你未来的男朋友 那现在的陈果果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哥哥 有怎么办 他在哪儿 是在哪儿 我们未来的男朋友 我就等你答应嫁给我了 你要是反悔的话 就亲自摘下来告诉我 多久我都愿意等你 那后来我怎么样了 你半年前 患上了特殊的试睡症 间歇性的沉睡不行 最初一天 后来几天 再后来 沉睡的时间越来越久 那沈苗就一直这么等着 嗯 二十岁的沈哥哥 为了找出自己为何 会出现在四年后的原因 决定留在沈苗家里 想看看他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那我猜 在这个过程里 他渐渐被这个男人吸引 进而忘了这个男人 从来不曾认识此时的他 可他已经不在乎了 甚至将自己 带入跟沈苗销炼的沉哥哥 知道 我每年都会给他买最喜欢的限定蛋糕 我每年都会给他买最喜欢的限定蛋糕 我们就吃了吧 说不定 等我们吃完了 他就回来了 我每年都会买最后的 我每年都会坏 我每年都会试试 这位女人 我一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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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条是你留给我的 你是 你好 我叫沈鸟 如果我没约你 你就不会认识我 也不会生后来那场大兵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没有认识我该多好 所以最初进入平行时空的人 是沈鸟 也是他拿走了二十岁 自己留给沈鸟国的书签 想打破二十岁的人生轨迹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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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比乌思环 完美的空间折叠 所以 四年后的沈渺 想要回到四年前 想改变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按照原来的生活轨道 陈果果在收到输签的第二天 就去服约了 而沈渺 为了改变他们的结缘 便藏起了自己的输签 他们结缘的结果就是 陈果果未来 像植物人一样躺在病房里 可他就那么确定 陈果果会斩断两个人的缘分吗 他相信可以 那陈果果是怎么选的 陈果果当然要回去 不过同时 他也面临着一个选择 不妙了 您是说 只要我碰到现在的自己 我就能回去是吗 是 那她呢 沈渺的用意很明确 希望你斩断彼此的缘分 不要再遇见她了 如果我想避开厄运 就会失去她 可如果我想再遇见她 就会重蹈覆辙 是这样吗 可这世上如果真的有缘分 一说又岂是说断就断的呢 我真的很羡慕未来的自己 曾经遇到过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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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哥哥 猪迷藏了这么久 我们还是遇到了 只可惜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对不起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听你道歉的 沈妙 你真的不后悔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有些时候虽然看不见 但还是感受得到 有些时候 感觉是不会出错的 我知道你来了 我才会故意装作不知道 我要带你来到病床看看她 只有这样 你才能下定决心 不再与我结缘 可我们还是相遇了呀 甚至 我还有点喜欢你 那就请忘了我吧 我喜欢的向来都不是现在的你 跟你说个秘密 其实我很讨厌之前时的 后来之所以会喜欢 可能是你改变了她 你真的不想再见到我了吗 我找到答案了 我想接你 可是对不起 我们不能再见 那 陈国国究竟有没有斩断二人的缘分啊 他不是也喜欢上了 后来的沈淼吗 还有 他们俩手上 怎么会也有红线啊 你干嘛 送你回去睡觉 难不成 我们两个要在这里 凑合一晚上 你耍了啊你 为什么老以这样的方式 打断我的问题 哪种方式 放我下来 反正 你还欠我一个答案 红线的本质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结缘 他们在不同时空相遇 可以理解为是空间折叠 也可以说 是红线牵引 只要他们互相生了 放弃的念头 那么天大的缘分 也会烟消云散 不过我想陈果果 应该还会再愿意 见到沈淼吧 如果你是沈淼 也希望不要在一起吗 那样对他们都好 再也不见也愿意 我说了那么久的故事 你还是不懂我的用意吗 你担心 我和你在一起会受苦 可我不在乎呀 你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吗 我和在一起会受苦 丰致我的 是没有和陈果果的结局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现在 我想说关于我们的事 什么 既然是命令之人 又何惧去去红线 我知道 红线一直在你身上 虽然我看不见 所以一直觉得是假的 前两天 你的身体出现很大问题 我就在想 是不是红线在作祟 你没必要背负这些 可你现在过得很好 我不忍心 你是担心 红线一旦解除 我们的缘分也会消失吗 还是说 担心坏运期 又会找上我 都有 没有必要去做谁的神 我们只要做普普通通的人 就好了 在遇见你之前 无忍心的事只多不少 你看现在 我不还是好端端地 有什么才了 是 不是 我们是 索尼 但不然你 但我们的缘 又是从何书开始的呢 你是说 七日之约 前缘之人代表丁下契约 当初你没有带走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大大方方地私会打吧 来 把河端给我拿过来 我要亲自盖帐 脸红了吗 怎么这么可爱呀 我看见红线了 希望红线解除后 一切如初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 会跟爸总扯上什么关系 七日之约结束后 我是不是可以 期待点别的 这个想念 梦里公漂亮 你说什么 你怎么在这 没事吧 有没有碰到哪 没事 我就是腿麻了 我说的是地盘 很贵的 刀带 你刚才说谁漂亮 说你 他又说什么了 他说 你说我漂亮 谁说你 你嘴巴这么甜 要不我也奖励你 一个小鱼干 他觉得你这切 一个小鱼干 他就叫他 不争了 不争了 那他怎么 一群 准 准子 去忙看 盛周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就是点累了 放心吧 沈舟 你真没有那里不舒服吗 我没事 但是班有事 班怎么了 班饿了 去给他准备饭吧 那你老老实实待着 我去找班 嗯 班饿了 嘿 这个我也会 我厉害吧 这首歌好好听啊 要是以后能经常常来听听就好了 就你这水平还是算了 还是放过别人的耳朵吧 我 你这么盯着我干吗 是想做点别的什么事吗 我就是突然有点困了 好想喝咖啡啊 走吧 正好把猫咖没完成的事做完 不好意思 过时不后 我现在想喝你亲手煮的咖啡 好想喝 好了 好想喝 沈樽 你的手 没事吧 没事 若是有的时候 就是会看不清 你的眼睛 是不是看不见了 沈舟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怎么了 终生 又开始了 沈先生被套伤的时候 问题不大 重点是 他失明 失明 真的吗 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昨天我们做检查的时候 沈先生的淤血 已经有消散的迹象 但是呢 一夜之间又因为不明情况 出血点扩大 压迫失神经造成失明 不过你别担心啊 这个速度比较缓慢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暂时我们建议啊 尽快安排收拾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怎么诅咒又开始发作了呢 难道 是因为我斩断了红线 都怪我 还要是怎么办呢 我感到显然 你会想 我们 你的 你可怕 你不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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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你不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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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怎么不在房间里休息啊 出来万一摔倒了怎么办 我很久以前就在黑暗中生活过 习惯了 事故发生之后吗 都怪我 我不应该斩断红线的 你还不明白吗 假如解释我的诅咒 需要用你的运气来换 那我宁愿不要 走吧 一起把时间浪费在病痛上 不如好好享受生活 慢点啊 讲真 你可是我遇到过最难搞的客人 是吗 对啊 现在想起来我还气得压痒痒呢 不过这样做的话 怎样才能引起你的注意呢 你可别说你对我是一见钟情哦 我可不信 其实 我看见你的时候 你的身上的光 这跟其他人不一样 光 我自己怎么看不见啊 你可别说你有神秘超能力啊 超能力是不可能了 可能 这就是缘分吧 我发现 你今天笑很多哎 不好吗 不 很好看 我突然想到 如果我是你命里注定的缘分 那红线肯定就不会完全消失 如果我们 再重新签一份协议 会不会红线就能恢复啊 想套牢我 想都不要想 你来得正好 帮我听一下 这耳机质量和和 这耳机看着挺贵吧 这也没声音啊 你离我那么远 当然接触不到信号了 还是没声音 你这耳机是不是坏了呀 这样的距离刚刚好 试试吧 有声音嘞 好耳熟 有 这不是沈夏的那首曲子吗 除此之外 还听出什么了吗 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耳机质量不行 丢掉 哪里不行了 连我弹的曲子都分辨不出来 说明它技术太差 你这么多浪费 你不要可以给我 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耳机 可以听你的音乐了 好耳机 嗯 这是什么 这是画画用的原材料 我本来想着 我们的七天结束了 画幅画当作纪念 奈何实力不够 所以我们就各自按一个手印 当作一幅画 倒是像你小脑袋瓜里 会想出来的事情 我怎么不觉得你在夸我 好了 来吧 画吧 把手给我 好 画那儿 啊 我也来 我也来 哎 完美 好了吗 还不够 还要再来一点 一 二 三 完美 不会被你画的花里糊烧的吧 怎么会啊 怎么样 怎么了 画得不好吗 我们再重画一张 其实我刚刚偷偷跟你签了个契约 但红线没有回复 我说过 没关系的 可你的诅咒会越来越严重的 不过就是回到从前而已嘛 这次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其实特别羡慕 也特别佩服我父亲 他可以不担心诅咒 毫无顾虑地过完自己的人生 可以毫无遗憾地活着 我也想要这样的人生 红线断了就是断了 是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的 我只想要你在我身边 好好陪着我 就足够了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好 沈 沈州 你弄我脸上啊你 不行 我也得抹回来 不要 自己擦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你帮我擦 沈总 擦脸用的是手 不是眼镜 行了行了行了 我给你擦 好了 好吧 那我也帮你擦 你讨厌你 干吗 你 你 我饿了 你怎么生病之后 越来越像小孩子了 难道还有什么 反老还童的副作用吗 吃饭啦 你 吃饭啦 放心吧 你喜欢吃 以后我天天做给你吃 吃到泥腻 那是绝对不会的 你又知道了啊 爸 你怎么不吃饭啊 减肥啊 没胃口 你这体型 看着也不像啊 春天 你怎么看着有点惆怅啊 我知道了 你想找媳妇 给我是自找对象 我得好好亲自挑选才行 现在哪还有包办婚姻 都是自由恋爱的 她动都不想动 上哪水修自由 对了 你们宠物店 有没有合适的 我们宠物店漂亮美眉可多了 但是先说好 如果她在我们店找到老婆 以后小孩的名字我来提 那我可得多找几个备选才行 到时候换更大的地方 这个地方不够住啊 你说万一她找不到老婆 整天这么茶不自饭不想的 也不是办法 不如干脆把她 咔嚓 要是这样的日子能到永远就好了 沈舟 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 我都会救你 怎么这么安静啊 在干嘛呢 琪琪给我发微信 我回她一下 这些方法一看就不靠谱 做法雷劈 对了 陈生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什么 她说用我的投资款 找了个团队在开发游戏 特意过来感谢我 她说自从小金刚回去之后 她的事业越来越顺利了 我突然有点想念小金刚 你帮我联系她一下 说不定还能沾着她的好运气 嗯 吴小姐 太感谢你和沈先生了 哎 太客气了 哎 小金刚呢 我想她了 你快让我看看她 哦 好 那你们聊 我去拿个快递 嗯 好 你们的红线解开了 太好了 你解脱了 她没你想象的那么坏 我找了很多办法想修复红线 可都失败了 先不说红线一旦斩断就无法复原 但你为什么要想不开把自己困在她身边呢 是不是要逼你的 不是 是我自己选的 我不后悔 哦 我知道了 你爱上她了 我 你们人类也聪明不到哪儿去 感情用事 你是在说你自己喽 哼 我的结局肯定比你好 红线既然无法修复 那 红线一段 诅咒再现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解掉沈舟身上的诅咒 解咒 你疯了 我没疯 红线一段诅咒再现 大劫将至 沈舟的时日不多了 你确定要帮她解咒吗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非常确定 真是傻瓜 办法的确有 但你要想清楚 什么办法 献计 而且 只能献给你最爱的人 呢 你不愿 PM不会 你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不要乱翻垃圾桶 也不要乱吃东西 也不要太黏人 记住啊 尤其是离小朋友 一定要远一点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知道吗 birds 我知道的 還以為你在脫屋呢 在認識你之前 小貓咪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也是我和這個世界的連接 今後你又不是不再來了 我看見你的時候 你的身上有道光 這跟其他人不一樣 用你最珍貴的東西來交換 最珍貴的東西 是什麼 我的通靈力算嗎 問題是你捨得嗎 我早就想做個普通人了 如今還有沈舟陪著我 最大的遺憾 就是再也聽不到 貓貓狗狗們說話了 無顏 我沒事兒的 我沒事兒的 這就是我一個 小小的儀式感罷了 每周 我都習慣了過來跟他們說說話的 我看你 我還會想做的 你別讓你 我平日兒 你別讓你 你別讓我 我便宜了 我認識你 你不認識他 你別讓你 你先別讓我 是这一根 女随身带着 我又不能像狗牌一样 随身挂着 你说你也真是 送我个银元 送个包 送个手势多好 这么银元 可比那些珍贵多了 不过 你当时送我的时候 在想什么 再也不见 难不成你以为我会挽留你 难道不会吗 我们都知道 这是陈子兴留给沈夏的信物 是等她回来的 你敢说不是 过了今晚 我们换个地方生活吧 去海外治眼睛吗 你终于答应了 治眼睛也好 出去玩玩也好 总之 就是忘掉现在的一切 换种方式 换种关系 继续生活 好不好 换成 什么关系啊 我们还能是什么关系啊 闺蜜 别呢 虽然我们的七日七月回了 但是 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晚 我想跟你说个故事 当作我们七日七月的结尾 你倒是有一事感啊 你准备好了吗 这个故事 是关于我的 你呢 第四个故事 是我右眼的秘密 今天怎么一只猫都没有啊 小可爱 今天怎么只有你自己啊 你的掌心出现人名 代表这个人 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不止 意味着命不久矣 具体时间没有规律 我记得时间最短的一次 是我这个朋友 一个月后 他就不在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 谢谢啊不好意思 我恨这种能力 总觉得 他夺走了我的好朋友 还有其他仙虎的生命 自那以后 我就长期佩戴隐形眼镜 也许 是沾染了人气 右眼再也没有发错过 我以为 噩梦就此结束 直到 所以 您右眼的故事是想告诉我 我即将命不久矣吗 我不傻 我不傻 很早以前 就察觉到你的反常 就察觉到你的反常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沈娇的把您诅咒 从我太野业起 已经持续了太久 也该是时候结束了 所幸 你配有抗争过 所以即使失败了 也没有遗憾 相反 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我不准你这么想 曾经那个 目控一切的沈舟去哪儿了 你难道不想永远陪着我吗 只要你愿意 什么诅咒我都可以破解的 我知道 可我不想让你冒险 只要我把自己的异能献祭出去 你就可以平安 但有一个条件 需要你答应 什么 一旦诅咒破除 你的眼睛 永远不能覆灭 我决定了 我要献祭异能 你告诉我具体的解咒办法 沈舟能甘心一辈子都看不见 他双眼失明不就是因为诅咒吗 只要诅咒没了 他应该会好起来的 幼稚 一次献祭只能解决一个不幸 如果是诅咒 因诅咒引发的其他影响不可逆转 否则诅咒一旦解除 之间枉死的人岂非都能复活 你选择诅咒 那他这辈子再无光明了 我拒绝 沈舟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但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不是吗 难道要一直活在黑暗里吗 我宁愿死 我也不想 活在这无限的痛苦之中 我可以揍你的眼睛 你想去哪里我都可以带你去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沈舟 我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其实你去见我二叔的时候 我都知道了 我二叔有些话说得不错 我 只要是有牵挂 就会催生欲望 你的欲望是想让我好好活着 我的欲望 你知道是什么吗 曾经你意气风发 众星捧月 我遗憾没能与你相识 但是 如今 你我相识于落难之时 多少有点庆幸吧 否则 你眼里不会有我 也根本不想看到我 以前的沈舟 根本不会将自己的命运 放在别人手里 而现在 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 默默守护着我 你知道 我最想看见你的样子 我想将你的模样 深深地记在心里 你 乌颜 我想 看见你的右眼 可以吗 看见我有那么重要吗 即使你看不见我 我也会陪着你啊 有些事就不是那么讲道理的呀 比如遇见你 想见你 都是 真傻 值得吗 值 如果你的诅咒马上就发作了 值得吗 值 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值得吗 能看见你 那一眼并是万年 值 这个是吗 那你不得了吗 我不得了吗 您可不得了吗 我认识你 便是不可磨灭的 献计才能成功 你愿意交换吗 我愿意 沈舟 如果恢复光明 你最想去哪里 有个地方 我只想带一个人去 哪里 两份开始的地方 吴颜 沈舟 你能看见了 从今以后 不管你在哪 我都能找到你 寸步不错 我听门湖说 如果献计之日 能看到阳光 就会受到神的祝福 那你 想要什么祝福 我想要变成一根针 扎到你心里 永不分离 让你永远都忘不掉我 还真霸道 那你喜欢吗 不喜欢 可是 可是 我爱你 沈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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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祖舟又开始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别过来 我爱你 能看见你 我很知足 只是个心 我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吴颜 放手吧 不 我不 我不 沈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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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你昨晚怎么了 你昨晚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而且睡到现在 是不是做梦了 我梦到你祖宙发作 然后不要我了 傻瓜 我这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的吗 那 你现在能看见吗 还能听到钟声吗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现在好好的 一切全都过去了 而且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就算是犒劳你了 我不要礼物 我只要你 听话 嗯 嗯 还好是梦 你这下方的 我记得了 你始终施斗 received 你都不符合 想要我 你不符合 这个 我你真的想要 你不符合 你别不符合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多亏了你的信仰之说提醒了我 神之所以被世人供养 所以才有了信仰 而没有信仰 并不再有神 诅咒 如果可以消除它所存在的痕迹 那么诅咒也将不复存在 可是这跟红线和八音和 有什么关系啊 还记得我跟你讲那个 关于诅咒的三个故事吗 第一个是失约之中 代表着不能信约而来的人 而八音和则是见证 红线便是转移诅咒产生的 意外相逢 如果没有诅咒 你我的确不会相识 那第三个故事呢 第三个故事 代表不离不弃的爱 就像我跟你 你 你 是要和我求婚吗 你愿意我为你戴上吗 你愿意我为你戴上吗 你会一直爱我吗 会 会一直不离开这里吗 嗯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你愿意为我去死吗 你愿意为我去死吗 现在有关诅咒的人和物都在这儿了 我终于摆脱诅咒了 你在说什么 诅咒不是还在吗 马上就没有了 告诉你个秘密吧 其实昨天晚上我也参加了献祭 我用自己所爱之人 交换了诅咒 我会彻底地忘掉你 就像你从来都没有出现在这里一样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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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舟 你不会这么做的 七天时间能有多了解我 我二叔把你秘密安排到我这里 我一直在假装不知道 只是为了让你主动靠近我 最终爱上我 你对我的爱 才是解除诅咒的唯一方式 只是我没想到 七天而已 你竟然会这么爱我 不过这样的我 值得吗 所以 自始至终 你都在骗我 哪怕片刻的真心都没有过吗 没有 你别过来 沈舟 你真可怜 从今天以后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再也不会出现了 如果你想这么活着 我成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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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回事 教授 刚刚明明有波动的 新药已经使用第七天了 也就是第一个疗程的最后一天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会的 刚才监测的身体数据 之所以急速下降 正是因为药物的抑制作用 从而伤害到身体 刺激大脑 恢复正常身体机能 从而做到唤醒的作用 可他的嗜水症情况比较复杂 还有心理疾病的因素 就算这次能够醒过来 如果不能找到真正的动因 还是会复发 可是 他毕竟不是植物人 一定会醒过来的 这次的治疗方案 就是专门针对于他的 沈鹏 你如果想继续第二个疗程 就必须要告诉我 为什么这三个疗程里 一定要用三个故事 来作为刺激意识的辅助治疗呢 这些故事都是她写的 我只是把我们之间的恋爱经历编了进去 这样即使在梦里有什么意外 她也能靠着对我的牵挂撑下去 我叫乌颜 你呢 沈舟 给 尝尝 好 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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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燕燕 你解回来的班也吃胖了 她很想你 小班说 我们的女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啊 燕燕 对不起 为了配合药物治疗 我只能在你前一世里那样刺激你 这样 都是为了唤醒你 燕燕 我好想你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沈昭 舅叔 没事 今天的故事就要结尾了 还有段对白我没有念 那是她最喜欢的话 我希望 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开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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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需要被拯救的灵魂 那个灵魂 是你 教授 看来被人出现剧烈反应了 妈 爷爷 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快醒醒 我都跟你解释多少遍了 那个只是治疗实验 不是真的 你这次发病睡了十多天 我们只好换了新的治疗方案 包括那些故事的素材 也都是出自于你的小说里 那爸总虐我是这么回事 我承认 我是在人设上做了一小小点的改变 你们女孩 不是都喜欢渣男火葬场吗 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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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我们回家了 我跪剑盘好不好 好 你病刚好 要好好休养 不要生气 你瘦了 我说想出来走走 你背着我怎么走啊 你呀 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 这海水太凉了 你身体刚好 我怕你生病了 走 走 这才是真正的踏浪嘛 我也想下来玩 好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上去休息会儿吧 停 等一下 这个戒指 不是应该在我手上吗 怎么 你怎么知道 你有意识对不对 其实我是偷偷给你戴上的 后来又觉得不太正式 又怕你睡觉时手肿 所以我就摘下来了 想着等你醒了以后 我再亲自给你戴上 这不是你姐中时用过的戒指吗 我可不敢戴 试试 那如果戴上 就这辈子都不能摘下来 你敢吗 一辈子都不摘 一辈子都不能摘下来 一辈子都不摘下来 点脏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